你 你 谁啊 白小姐 我是来给您送东西的 白小姐 您好 这个是朱总让我给您的 您先收拾一下就下楼吧 我在楼底下等您 谢谢啊 没事 谢谢 朱总 白小姐到了 来了 请坐 白小姐坐 谢谢 你出去吧 朱董找我有什么事吗 白小姐 我今儿请你来呢 就是想跟你聊聊 昨天还好吧 昨晚是你送我去酒店的 是啊 我看白小姐喝那么醉 也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啊 太危险了 我就当了把胡话使者 把你送到酒店了 把你送到酒店了 指着是送到酒店啊 那个 买作品的 我都喝段片了 哪还记得那么多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 还不相信我呀 我是正人君子呀 要不你不信我发个誓 是 行了 我今天来 也不是为了看你当面发个誓吧 是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 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白小姐想没想过 要和我们海耀合作的 朱董不是开玩笑的吧 当然不是 你的事我在网上都看了 吵得飞飞扬扬 我非常非常生气 这点心就是那个方笑愚 还有什么那个那个那个莫菲 联合起来欺负你 他们牺牲你这小模特 然后他们去吵热点 太卑鄙无耻了 所以我决定我要帮帮你 白小姐你知道吗 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缺乏自信 你要让自己的信心膨胀起来 充分地自信一点 你说你人长这么漂亮 气质这么好 尤其在那个T台上 狂妄四射 太有美丽了 你简直就是天生就是 这个模特这块料 天生就是为T台而生的 所以我感到替你不值 你怎么能甘心在 在那个小公司就这么困下去 你也够要放长凉 要走出来了 要走一个更大的舞台 就比如我们海耀 我哪知道朱董是真心想帮我 还是趁机蹭我点热度 你这话说的 我蹭你什么热度啊 我常常朱凯天还要老总 我是谁想帮你呀 我可以来海耀 但我有几个条件 说呀 我只拍摄广告 参与新品发布 至于推广站台 我就不参加了 没问题 其实我也不想你那么辛苦 还有 代言的服装 我要是不满意 我有权利换 海耀的服装随便你挑 想怎么换怎么换 如果不满意 你第一个我都不答应 我还有一个私人请求 私人的请求 有多私人呀 说说看 我 出涨费能不能涨一点呢 就这点要求 这还叫事呢 我告诉你啊 在我这儿 只要是花钱的事 都是小事 白小姐 你到了我海耀以后 记住 我就是你身后 那座可以依靠的大山 不管你原来受我任何委屈 在我这儿 有谁敢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第一个让他滚蛋 朱凯 你对我真好 对你好 是应该的 也是我 心甘情愿的 对了 那个晚上在我们家 我有一个别墅 准备搞一个小派对 来参加的都是咱们公司的高管 你要没事呢 一块过来 正好呢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将来大家都是同事嘛 还有一个啊 这个以后不要老是 喊这个祝董祝董的 叫我海天 我以后呢 也就不叫你 白小姐了 小曼 小曼小曼 大家都一家人 今天晚上呢 就算给你搞一个 小型的欢迎派对 好不好 我再考虑一下吧 好 好 那你考虑好了 随时回你过来 好 早啊 早 你这是什么反应啊 那我应该什么反应啊 你怎么着要得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我说你是不是太早了睡迷糊了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因为我懂你啊 知道你最后一个作品还没有做完 我说过 想跟你一起完成的 可是 嗯 莫菲来了 冯老板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和你说一下续租的事情 尽管用尽管用 这位方先生已经帮你续租了 好 还等什么呢 赶紧开始吧 走 车就放那儿吧 快快快快快 要不我把续租的钱还给你 你出去 我都说了 我想跟你一起完成作品 你就这么烦我吗 还给我钱把我赶走 我不是烦你 我只是不知道你要干吗 很简单 我就是想看一下 你最后呈现的作品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算满足一下我的好心心 行不行 方总监 我没有时间给你闷闹 在设计上我从来补不了 好 这些是公寓吧 你真的会拉人啊 事先声明啊 如果这次作品做得不满意 我还是像比赛一样 给你打可敌的吧 这不是我设计的图案吗 你怎么记下来了 突然呢 怎么还不帮忙